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们有他们的一个看法 我们有我们不同的意见 什么他们的看法 这个是这个王 如果我会当时的新闻稿 跟中国同时发布新闻稿 那么说要跟中国来进行 参与区域经济整合共同研究 我现在问你到底是什么 我们希望做这样的共同研究 可是我们认为共同研究并不应该妨碍 我们跟个别国家 谈FTA 所谓的共同研究 通常我们在签署FTA之前 有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要进行个别可行性研究 再来进行共同可行性研究 例如台纽经合协议 个别研究完成 双方要进行共同研究 接着要进行实质谈判 所以这个是在实质谈判之前 有三个步骤啊 好 现在 我们现在说要跟中国 来进行这个参与区域经济整合 共同研究 到底 是为了签什么 社会上有一个很大的呼声 就是需要台湾应该要参加区域经济整合 好 你所谓区域经济整合指什么 指什么 指的就是我们跟各国的FTA 各国吗 RCEP 跟各国FTA RCEP TPP 对 跟各国的参与区域经济整合 要跟中国研究是吗 不 大家进行研究 你现在回答我是这样子吗 不是 我们不是跟他商量说我们可不可以参加 我们是说就达到这个目的 我现在就请教你啊 是 你完全状况外嘛 你根本搞不清楚 你 我们现在跟中国要 共同研究参与区域经济整合是要共同研究什么吗 院长我刚刚说了 这个共同研究非常重要的 就是 是已经要签 实质谈判之前 我们以政府的名义去进行共同研究啊 这个我请教主委啊 这个到底是为了签什么 王彰慧到底是为了签什么 我现在直接问你啊 你看 不知道葫芦里卖什么药 三个人都讲不清楚 部长 我这样问你 这个是为了签什么 是RCEP还是TPP 对 那个包围 这不是为了签什么 这件事情 不是为了签什么 那就是无知啦 那就是无知啦 不我想 无知啦 我告诉你啦 我去问了陆委会的官员啦 他们告诉我说 啊这没什么 这就是ECFA下 我们经济部跟中国商务部的 共同研究 读书会而已啦 天哪 这么重要的一个 国际经贸的常态 先做个别研究 再做共同研究 然后实质谈判 然后你们误认为说 这只是读书会啊 我今天问你是为了签什么 讲不出来 我告诉你 这个后果严重了 院长 我现在要告诉院长 台湾参与区域经济整合 是要先去跟中国来进行共同研究 中国以此为借口 现在开始不断的催促我方上谈判桌 这个给美方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错误的讯息 就是我们要参与TPP 是必须要先跟中国谈RCEP 完全会打乱了我们参与TPP第二轮的谈判 部长你们经济部呢 我去问你们 我去问你们啦 你们的官员告诉我说 如果有进一步的讯息 陆委会会说明 你们官员不敢说啦 这个事情有两种可能 议题都还内容都还没有决定 你就跟人家答应要签共同研究 所以你们就是 要不院长 我宁愿 我宁愿 相信说这是无知 以为共同研究只是研究而已 我宁愿相信这就是无知 否则就是刻意 就是刻意 政府里面有人为RCEP要弃TPP 严重干扰我们在TPP的布局 这个事态非常严重 请不吝点赞 许之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